我叫谢瑶 是公认的京城第一美人 16岁那年 我嫁了个平亭无奇的王库子弟 婚后我们也算情色和民 相敬如宾 然而某天晚上 一个婢女找上门来 她跪在我们的寝院外 说思玉养在外头的女人不慎小产 请我们救命 思玉连眼睛都懒得睁开 她翻了个身 和通传侍女说话的声音 带着无动于衷的倦意 给十两黄金打发了 则 到底是两条人命 我放心不下 披衣出门 更深入重 那婢女是侯府的人 我认得 我曾经待她不活 但现在她是真的豁出了命 骗了思玉的小丝 一路狂奔到我们的寝院 要为她外头的主子讨生机 可惜思玉不管 婆母爱于我 不敢管 她眼里的希望 再看到我孤身一人是熄灭了 但她仍向我不停磕头 夫人慈悲 求夫人救主子一命 我无心为难她们 世家夫人都痛恨妾室 然而我认为 养外事的男人才是祸根 我让婢女带路 又吩咐我的护卫 去相府 更因为我是我爹亲手调教处的 完美的世家女 当年我爹调来调去 最后我嫁要家世有颜值 要才华 有颜值的思玉 往后两年 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现象糊涂啊 其实我爹是真冤枉 他想我做皇后 皇帝不想 皇帝既不希望我家里他的儿子 助长他们的野心 又不想我嫁给世家子弟 强强联合 还想要个好名声 不想自己当这个坏人 不疯狂暗示我爹 永乐侯思玉不错 我爹能怎么办 我爹只好被迫 助游蒙了心 婚后思玉说会好好待我 四十五子才会那妾 我 嗯嗯 思玉诅咒发誓 说会证明给我看 我略有动容 嗯 而今 她二十有二 我十八 她的外事孩子都有了 她一点愧疚的意思都没有 我娘说的没错 信男人就是倒霉的开始 还好我对思玉 没有爱 没有期待 那个女子住在一个三进小院子里 院前挂了两盏兔子灯 小院子里的花草 一看就是野蛮生长 却生机殃然 好看得紧 还有一条肥肚肚的小狗仔 在院前乃声乃气的叫 由于她吃的太肥 好起来肚子一点一点的 小狗仔还挺有灵性 仿佛看出我是为首之人 跑上来咬我的裙脚 我阻止了要赶走她的青鸾 由她跟着我跑 小院的主人 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有种一碎的美 我看出了神 那个婢女不知道怎么想我的 又开始跪下帮帮磕头 我看得额头都疼了 告诉她再磕头 我就走了 她才停下 天晓得 我只是觉得这个女子 长得实在我见有脸 也不知道思雨怎么舍得不管的 太医匆匆而至 给她开了药 又用我带来的百年老餐傲汤灌下去 费了老鼻子劲 她才没再大出血 太医说 她的腹部受了动物撞击 以后很有可能再不能生育 床上女子 还有这种好事 女子强撑着坐起来 像一只被鱼打了的海棠花 我又出了神 我京城第一美人的名声 历来是有些争议的 但整个京城 我只承认她比我好看 生不了就生不了 反正我也不想生 她母样那么娇弱 眼神又那么尖利 这话说的有意思 她一个外事 不生孩子 以后要怎么立足 还是说 她在给我表忠心 我玩味的挑眉 转头吩咐太医 要她说的做 不生就不生 把身体调养好就行 我走之前 她又睡过去了 睡颜多了一丝甜淡 回去之后 我便要求思雨那位张寻义 张寻义就是那外事 思雨不可置信 夫人不恼 为何要恼 开玩笑 女子善度可是气出之最终的一项 我若妒忌 便为世人所不容 我若不度 思雨就对我心生不满 做女子真男 思雨恶狠狠地咬牙 半场才笑得又讽刺又悲伤 好 夫人要娶 那就娶吧 这副样子 活像我养了外事 现在要娶人进门了似的 笑死 我还未出生时 我爹就想好了我的名字 谢瑶 我爹希望我才比瑶顺 我出生后是女孩 我爹就改成谢瑶 小时候 我爹是把我当儿子教养的 我什么书都能看 男女学的 我都要学 有一次我就问我爹 为什么女子失去清白就要成堂 而男子却可以失去很多次清白 我爹哈哈大笑 若只有女子有清白 男子没有 我更不解了 说为什么呢 难道男子天生就脏吗 我爹解释 大丈夫养不愧于天 俯不作于人 便是光明磊落 品质高洁 自然与小女子不同的 不是的 父亲 这不公平 小小的我和我爹掰扯 女子所谓的真洁 只是男人制定的 若规则由女子掌握 我爹呼得沉了脸色 让我把女界和女则超十遍 从此再也不让我学男子学的东西 我差人安排张寻一代嫁 没想到张寻一先来找我了 夫人 张寻一见了我 也不行礼 只点了点头 我看得出来 她并不是故意怠慢 她身上有一种很强的割裂感 就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自然也不懂这个世界的礼数 青鸾带我斥责她 放肆 见了夫人 也不行礼 张寻一的眼睛微微睁大了 线长浓腻的睫毛 好像微颤的花蕊 动人心弦 她问青鸾 我不知道怎么行李 你能教我吗 她的模样太真诚了 虎得青鸾给她做了个行李的动作 于是张寻一也真的有模有样 给我行了个礼 夫人好 我哭吃笑出了声 青鸾作为临时的师傅 又胸又脑地指责张寻一 行李哪有这么说的 张寻一又问她应该怎么说才好 两人竟然像个家家一般 开始了角色扮演 张寻一学会了行李 心满意足 质地有声的表明来意 夫人 我不想当小妾 我有点意外 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她想要的更多 青鸾震惊了 她有种被欺骗了的愤怒 一个狐妹子还想做正妻不成 张寻一说不是的 她是被思域抢抢来的名女 如果有的选 她根本不会当外事 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她自己撞掉的 如今我又救了她的命 她更不能破坏我的婚姻 我沉吟不语 难怪 难怪思域明明并不喜欢强人所难 却非要勉强张寻一 她太特别了 我拒绝了张寻一 我问她 你不做妾 又能做什么呢 她说 她有许多谋生的技能 她可以经商 可以下厨 可以作画 她会写花本子 甚至还会种地 我说不行 这些你都不能去做 你也做不成 在这个时到 没人庇佑的话 女子无论做什么 都会叫人包皮拆骨 吞吃入腹 我没有跟人解释的习惯 所以我只是干脆的拒绝了她 叫她安心代驾便是 张寻一变了脸色 夫人 我以为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笑了 这世上的人都是两只眼睛一个嘴 有什么对样的 张寻一浑身的气势都变了 好像支扎毛的小刺猬 原本她对我是温和的 坦诚的 甚至带了一点点亲近的 现在却是冷漠的 敬而远之的 我以为夫人是把我当人看的 现在看来 你们这些贵族子弟 从来都是把底层人当玩意 青鸾倒吸一口凉气 住嘴 张寻一面无表情的闭嘴 扭头走了 青鸾为难的看我 我漫不经心的饮茶 青鸾心软了 张寻一这样冒犯我 青鸾身为我的贴身大丫鬟 有资格叫人拿下她 以警校友 但她没有 这也正常 张寻一这样的女子 她对待任何人 好像都是一样的 她对我不卑不亢 对青鸾不耻求教 实在没法叫人讨厌 我挥挥手 随她去吧 反正她总是要进我家门的 就张寻一那天 我并没有刻意隐瞒消息 现在我又亲自为思雨张罗乃切 在我爹的推动下 我的闲名更上一层 这两天出门社交 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思雨糊涂啊 张寻一进门之前 我再也没见过思雨 她倒没有出去鬼混 就是日日睡在书房 好像是在表明清白似的 谁管她呀 我只知道断更好几日的同书系班 昨天更新到第30回了 低价就是好啊 出去喝茶看戏 婆母屁都不敢放一个 倒也不是她不想 我刚嫁进来的时候 婆母也给我做规矩来着 她丈夫死得早 既没有交好的夫人 又没有打发时间的爱好 就天天把我叫到跟前 除了成婚定省 我要服侍她用了扇 竖了口 才能吃剩下的残羹冷饭 还是全素燕 等到思雨下职 回来吃晚饭 菜色又是荤素均匀 十分丰盛 没几天 下来身体糠垫的 我开始腹中脚痛 我让青鸾低信给我娘 告诉她我想她了 我娘火速撑病 让我跟思雨去看她 回门那天 我破天荒多吃两口饭 我娘立刻注意到了 找机会单独问了我 才知道我在永乐侯府 没吃过热菜 她秉退所有下人 从我爹骂到永乐侯做菜的厨子 直到思雨三催四起 也不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 我照就成婚定手 伙母每天都客客气气的接待我 问我茶水热不热 饭菜合不合口 就是思雨觉得我算紧了她 还仗势欺人 开始和我冷战 千万不要跟女人冷战 否则她就会发现 没有你 她过得更爽了 思雨就是叶速亲谋 我都会拆人 问她银两袋的够不够 青鸾说 她的同僚羡慕的眼睛都绿了 后来思雨半夜 醉醉醺闯进我的小院 吵醒了熟睡的我 问我到底有没有心 我懒得理她 说的什么猪话 三岁小儿都知道人没有心会死 她又说 不愧是谢相亲手交出来的嫡长女 我就当她在夸我 笑意应跟她说 副军对了 无论思雨说什么 都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她所幸直接坐在地上 放声大笑 谢遥 你根本看不上我 你根本不信爱我 唉 什么是爱 若思雨的爱是 要我每日吃些残根冷饭 是要我请父亲 帮她隐瞒家人的罪行 是要我堂堂相府敌女 穿着5G的衣服 在她的活红狗友面前 为她起舞 那我还是不爱别人了 毕竟我没那么缺德 张寻一进门的那天 陆华院的花正好开了 她穿着美粉色的嫁衣 给我进她 我一向觉得美粉色是很俗气的 但她一穿 显得富若宁知 娇艳欲低 真是影响衣长花响龙 原本思雨指明 她住进竹锈园 那里离思雨书房最近 侯府下人为了讨好我 故意好几天不打扫 要给张寻一个下马威 说有一个婢女服饰已经很够 青鸾不知道脑补了什么 看她的眼神更厌恶了 我倒是无所谓 反正侯府上下 都有我的眼睛盯着 当晚张寻一以魁水来了为友 把思雨拒之门外 对于她如今的处境 这等于是自毁常常 青鸾不可置信 也不能理解 思雨那妾的日子 也不好后着脸皮来我这 只好灰溜溜睡了书房 很快 我发现了一件匪所思的事情 张寻一竟然跟婢女一起用膳 挑水换洗衣裳 我亲自去看过一眼 她干活干得十分吃力 脸上却没有一丝不情愿 简直荒唐 张寻一即使是庶民 到了后府 也算了正经主子 那婢女竟敢欺他至此 下人中心护主是本分 救了主子 就以主子的恩人自居 那就留不得了 我让青鸾把张寻一的婢女叫过来 把她的生气预备发落了她 张寻一发了疯一样 横冲直撞地闯进来阻止 用仇恨的眼神看我 一番好心被当做驴肝肺 我脾气再好也忍不住动气 张寻一 你是主子 她是奴婢 她要你担下人的活 你还巴巴护着她 你脑子进水了 她不是下人 张寻一凶着凶着 忽然像泄了气 眼泪大颗大颗落下来 我从来没把她当下人 她抹着泪 可怜巴巴的乌液着 我怎么那么倒霉 一来到这里就碰到个强奸犯 还要我做她情妇 我们那里小学生都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我就是不想闲在那里 有事可做我才不会那么难过 我好想回家 好想爸爸妈妈 要不是小陶看我可怜 每天哄我说话 抱来毛毛陪我 把我写的书卖给童俗戏班 让我有了可爱的读者 我真的就撑不下去了 不要卖掉小陶 张寻一一番话说的颠三倒四 但我敏锐地找到了重点 我激动地抓住椅子把手 亲身问张寻一 童俗戏班的话 本则是你写的 你是莫等贤先生 张寻一鼻涕泡还挂在脸上 愣愣点头 我大喝一声 来人 看座 我听手扶起张寻一的时候 我柔声宽慰他 你别怕 我是无名小竹 张寻一大受震撼 无名小竹 跟我通信一年的比友 我每出一折戏都打上十两斤 长长不落的绑金主爸爸 去年春天 同服系班横空出世 以新颖脱俗的剧情 和精彩绝艳的人物 风靡全金层 在许多人都想要 结交戏本作者的时候 我给作者留了一封信 先生高材 凶手就是死者的丈夫吧 当天我就收到了一封 潦草又丑陋的回信 确实 我盯了一会儿 提笔又写了一封信 从此 我和张寻一就开始了 长大一年的书信交流 当然 主要是为了每天都催他更新 我跟张寻一通信的一年中 也不是一直都那么和谐的 张寻一笔下 曾经有个我爱之如宝的人物 一个叫兰华的女侠 他有无双容颜 和世间一流的武功 张寻一用大量笔墨 写他如何代付出征 立下赫赫战功 又以女子之身被封为将军 最后 他被朝中极先度能的奸人所害 还污蔑他与嫡国太子有染 我五岁被父亲打手板 七岁被罚回祠堂 都没红过眼睛 兰华死的时候我竟然落了泪 我洋洋洒洒 写了两页信纸 骂张寻一如何铁石心肠 以后定是娶不到媳妇的老光棍 让他别让我知道了住址 否则 我定要打上门 为我的兰华女侠报仇 张寻一回了我一堆 看不懂的鬼话服 我当时觉得 那堆鬼话服 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说不定那是莫等贤先生 给我的考验 等我破译了 就能让兰华起死回生 于是我托我爹 找了许多能人意识 终于有个外邦人认出 那是他们的文字 You can you up No can know BB 意思是你行你就上 不行给BB 三邦人说 结合语境 BB应该不是什么好词 我爹第一次用一种 一言难尽的眼神看着我 把我气得摔了一套茶窄 直到兰华重生归来 手认仇人 我才和张寻一单方面 重归于好 有时候 我们也会聊一些生活日常 我的闺中密友 被父亲强迫 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世家公子 他一心谋划着 要和落魄书生私奔 我着急上 我的嘴上都起了泡 我给莫等贤去信 问他该如何是好 莫等贤回复 叫他野菜的分店方法 我命人收集了28种野菜 给我得有人送去 他尝了之后 果然再也没提过私奔的事情 我大喜 想起莫等贤在信中 提过喜欢吃甜食 就送了他一家糕点铺子 作为报答 只不过铺子的地气 在第二天就和他的信件 一起送了回来 从莫等贤的只言片语中 我一直猜测 他是某个低调的世家公子 因为只有男人 才能去看那广阔的天 无垠的海 未曾想过 他被私欲折了意 困在方寸小院两年 我跟张寻一的关系迅速升温 尤其是张寻一在我面前 掉了马甲之后 他写花本子也不递着我了 还会跟我讨论书中剧情和人物 得了空的时候 他就会做一些甜食送来给我 说是孝敬金主爸爸 都是他在信中提过的 什么奶茶 蛋糕这些我闻所未闻的食物 美味非凡 谁知道不过是我更衣的功夫 桌子上的蛋糕就没了 我简直是震怒 我那么大一个蛋糕呢 思欲笑得满面春风 伸手过来 搂我 夫人做的糕点 就和夫人一样软糯香甜 我用灵力的眼神扫视清卵 他果然心虚的垂下了眼睛 谁让你吃的 思欲愣了愣 随后失笑 夫人越来越像小孩子了 清卵说是你刻意学来做给我吃的 怎么我吃了 你还生气了 我压抑着怒气 这不是我做的 是张寻义做的 思欲抚摸着我的后背 笑得更满意了 夫人真是我的贤妻 连夜进门之后都懂事了许多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被思欲摸过的地方 好像有虫子在爬 无比恶心 成婚以来我第一次对思欲发了脾气 毕生道 出去 思欲不紧不恼 还一脸惊喜的新鲜感 仍凑进来搂我 夫人吃醋了 真傻 我心里最爱的旧夫人 我用力推开她 我让你出去 她没设防 一下子亮相后退一步 露出狠利的眼神 谢遥 你好得很 我坐在软凳上 心乱如麻 我素有贤名 即使我不喜欢思欲 也做了一名人人称颂的嫌弃 如今 我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那么抗拒思欲 连她的存在都无法忍受了 青鸾在我面前跪下 担心愧疚的快要哭了 夫人 您何必为了一个妾室和侯爷闹成这样 她的话 好像一道惊雷 劈中了我的灵台 我为了张寻义 饿了思欲 是了 还没等我细想 小桃连滚带爬跑进我的院里 踢死横流 求夫人救救主子 侯爷要对主子用抢 好像有一团火 在我脑子里轰得炸开 张寻义还在小月子里 她不能做那种事 何况是被强迫 陆华院里 女子的哭声 布料的撕裂声 还有毛毛的哀叫声 都预示着在发生一场暴行 我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 奔进屋子的时候 毛毛倒在地上 四只小脚抽搐着 奄奄一息 毛毛最后煮了 可又晓得她阻止不了 满怀恶意的高大男人 张寻义被按在床榻上拼命挣扎 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揪住了思欲的衣领 把她拉开 然后给了她一耳光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张寻义立即向床脚更深处挪去 用被子裹住自己 在里面稀稀素素穿衣服 思欲眼睛红得像湿了理智的野兽 逼吼着把我扔到张寻义的床榻上 谢瑶 你别避免太甚 我今天就是在这当场要了你 也没人敢说一个 一次 我的手一直不住发抖 心底疯狂思考说辞 张寻义不让思欲碰 我也不给思欲好脸色 终归是把她逼急了 然而理法在上 我有什么理由不成宠 有什么理由阻止张寻义成宠 一股深深的无可奈何 从心底涌上来 我自然而然有了哭腔 思欲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你怎么能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 对别的女人做这种事 思欲反倒呆住了 我嘴里没有真话 但心中的悲凉和无奈 却是真情流露 做不得假 我像每一个失去 自我的后宅女人一样 为了男人的一点怜爱 生死力竭 我自小熟读四书五经 精通琴棋书画 十三岁被本朝第一情识点评 琴棋看为国首 谱取犹如鲜月 我是本朝三位公主的做上宾 也只有我 有拒绝太子的高傲和资本 思欲看到我如今狼狈 痛心 极恨的模样 深入退去 变得欣喜若狂 是了 她从来都想要包去我的金身 让我跌下高台 为她做出要死要活的痴态 现在宛如观音的谢大小姐 沉浮于她的魅力 为她争风吃醋 她找回了脸面 满意了 夫人 我错了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也忘了 该打 该打 哪有什么重要日子 不过是我情急之下 胡舟出来的 张寻义换好了衣服 从远离思欲的另一边下了床 直奔毛毛而去 毛毛已经不动了 张寻义不住的 用手抚摸着毛毛的身体 好像想给她传递一些温暖和生机似的 她喉间发出极力克制的物业 对不起 毛毛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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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欲把衣服穿好 走到张寻义身边 一脚把她踹倒 脚尖在她最宝贵的手上碾了碾 哭什么哭 碰一条狗也不碰爷 你是狗痒的不成 鲜血顺着我紧扣的指尖滴下来 我浑然不觉 京城第一美人 谢家迪长女 我曾经有再多的头衔与荣耀 也只能屈服于肤权之下 我想安慰张寻义 可我不能 我想替毛毛报仇 可我不能 我想带张寻义离开 可我不能 我想的都不能 思欲拉着我的手 要带我离开 真会气 夫人 我们回房慢慢说 我最后看了眼张寻义 跟着思欲离开 毛毛离开后 张寻义不吃饭 也不和人说话 我和小桃 怎么劝都无济于事 她铁了心 不愿意活在这个世界 无论是她爱吃的点心 还是她以前最喜欢看的读者来信 她都不愿意碰 我学着张寻义 做她爱吃的糕点 可不知怎么回事 张寻义做出来的糕点 蓬松柔软 我做的不是像一坨稀泥 就是像一块板砖 小桃在我们身边开着玩笑 以前总觉得 夫人像一尊屠萨 什么都会 原来夫人也有做不成的事情 张寻义看着我做的蛋糕不说话 有水汽慢慢在她眼睛里凝聚 我支走了小桃 和她说 张寻义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我也知道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可以告诉我 你来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呢 张寻义躺在我的膝头 半晌 罪犯无处遁形 强迫女子的人 会被烙上强奸犯的烙印 受万人唾弃 所以 女子在那个世界 哪怕三中半夜 也可以安心地 行走在大街上 真是个美好至极的时代 也只有这样的时代 才能养得出 张寻义这样的人 我摸了摸张寻义的病发 问她 如果没有私欲 你愿意在这个世界 好好活着吗 张寻义没有回答 问了我另一个问题 小竹 如果没有私欲 你会过得不好吗 我笑 没有私欲 我们会过得更好 我吃下了最好的橘子药 和我嫡亲的弟弟 买了两个杨州清官 送给私欲 我告诉私欲 害医诊断我不能生育 他想要子嗣可以 但他不能碰张寻义 若有子嗣 得去母留子 我表现得患得患失 但他理解为 我就是害怕张寻义 取代我的位置 害怕到 动不动就要去陆华院羞辱他 让他像下人一样干活 私欲看着我的眼神 着实耐人寻味 有几分亲密 有几分懊恼 亲密原来 谢家大小杰 直远把不能下蛋的母鸡 嫁给他 说我爹娘对不住他私家 他这样都没有把我修回家 已经是爱我至深了 拿捏着这个把柄 他从我家谋取了不少好处 我越发顺从他的想法 表现出不能生育的自卑和愧疚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我陪着张寻义 让他有活下去的动力 为了让他分心 我把手里的两个乘衣铺子 交给他打理 他整天埋头写写画画 说要为我设计 晃骨绝巾的服饰 把我打扮成奇迹遥遥 我很期待 两个青光是一对姐妹 一个叫花舞 气质如蓝 一个叫花妹 娇俏灵动 进侯府之前 我向他们许诺 只要每天陪着思雨玩乐 让思雨快活 我就重重有赏 花妹不仅不感激 反而娇笑着洋洋怪气 谢大小姐的贤名 奴家在扬州都有所耳闻 哎呀呀 你人活到这份上 还有什么趣味 我淡淡一笑 你的生气在我手里 我想让你留下就留下 想把你送给街边浑身浓疮的乞丐 我也送的 不知这算不算有趣味 花舞金黄的替花妹道歉 小妹年幼无知 求夫人原谅 花妹长得美丽 可实在愚蠢 不过 只要花妹的生气在我手里 她的姐姐花舞就会帮我 我拍拍她的手 意味深长的告诉她 务必要侯爷尽兴 这也是我弟弟 把你们买来的用意 花舞成肯赢下了 她是个聪明人 进府没多久 就告诉我 儒家有些客人 喜欢服用武弹散出心 然而长期服用 后患无穷 花妹的天赋大带 都点在了讨男人喜欢上 思玉对花妹爱不释手 经常带她 与自己的狐朋狗友聚会 对花舞则是淡淡的 花舞自己对思玉不冷不热 就会叫花妹 怎么讨思玉还心 怎么和思玉的狐朋狗友来往 才既不会僭越 又能给思玉长脸 她也没让我失望 我很快就听到 素来爱杰的思玉披头散发 在院内斥足行走 这是在散妖性呢 张寻一设计的服饰 当真是角落明月 宛若流云 她说天上的仙女都没有我好看 更让我惊讶的是 我交给张寻一的成衣铺子 盈利竟发了整整五倍 她设计出的衣服 心思灵巧 绝无仅有 一时之间脱手金钟 贵女吹捧 张寻一洋洋得意的吹牛 说只要她拿得起笔 就能养活我们 我说是世事 这满天下 也就只有你张寻一才这么厉害 一只笔可抵万斤 其实我很喜欢张寻一的名字 总是联名待姓地叫她 张寻一 普通的三个字 合在一起就叫人心化成一汪水 但是张寻一说 她不喜欢她的名字 她出生的时候 父亲对母亲已经没有感情了 连她的名字都没空气 母亲生下她 只要能找回与父亲之间的爱意 便给她起名寻一 可是张寻一真的很好听 寻寻秘秘并如我意 花五在一个深夜偷偷见了我 她告诉我 花妹怀得身孕 这两天正缠着私欲 想得个切实名分 我毫不吃惊 我甚至知道 前天花妹以身子不是做借口 瞒着我让婆母带她出府寻衣 花五似乎也猜到了 我早就知道 我准许她落座 不紧不慢地开口 我一直在等你 花五立体反应过来 奴家鬼迷心窍 挺夫人给奴家一个 将功折罪的机会 哦 说来听听 花五姿态低到了极点 五蛋散药性极热 服饰之后 往往要用温酒来发散药性 有一回 奴家偶然发现 有个客人喝酒之后 暴毙而死 死因不明 但奴家知道 是因为她喝了烈酒 我沉衣良酒 又问她为什么改变主意 永乐侯并非良人 指望夫人可以兑现承诺 把我妹妹送出府 让她做正同娘子 可以 那你呢 奴家愿意留在侯府 终身保守这个秘密 我听说 花五最近频频把私欲 从花妹的房里勾走 侯属下人们都在议问 还以为花五是与世无争的 没想到憋着坏呢 花妹日日独守空房 终于和花五翻了脸 据说她质问花五 姐妹相依为命述实在 花五竟也要跟她抢男人 不得不说 花五在吃人的魔窟里 把花妹保护得这样好 必定吃了不少苦 而花妹因为一个男人 就把姐姐的一切 付出全坎否定了 实在愚蠢 花五效率很高 花妹一坐稳了胎 她就动手了 她把私欲的好酒 换成了烈酒 虽然无毒 但五蛋三起效之后 对散发药性的酒 尤其挑剔 哪怕是烈酒 也会产生剧烈的反应 私欲又被药性积得金虫上脑 三重刺激之下 暴毙在了花五的床上 哪怕是太医来了 也只能用一言又止的表情 对婆母说 行散不当 由于死因及其不体面 灵堂上 婆母哭天枪地 却在别人问起时三间七口 皇帝在给我止婚时是有怨的 他愿我不时好歹拒绝皇室 但他报复性的止婚 又间接让我年少说话 不知是出于愧疚 还是为了安抚我爹 他亲自下职慰问 还对我过继了一个庞系婴孩 私欲偷七过后 我和张寻一提前过上了 一样天年的生活 我生命在外 没人怀疑过我 只有我爹 他最是了解我 私欲下葬前 他以母亲身体有样的名义 把我叫回家 我一进书房 他便剔头盖脸质问我 为什么 没问是否 只问原因 我知道我和谢宇瞒不过我爹 也没打算瞒 他能去母留子 我就可以去父留子 我爹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我眼前发黑 险些跌倒 一贯自诩风雅的人 没有形象地痛骂我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 我跪在地上 几倍挺的笔直 爹 我的小字 小竹是您起的 您怕我能和竹子一样四十同一色 双血不能轻 我用您教养长大 一身傲骨皆来自于您 我不愿有人做我的夫主 如果爹想看我 被人踩在脚下 尽可以大意灭亲 或者让我再嫁 我爹沉默了 他坐在太师椅上 仿佛一下子被抽干了力气 不知过了多久 他才开口 你的事情我帮你做干净了 以后烂在肚子里 好好过日子吧 我磕了三个想头 爹 谢谢您 我遵守承诺 在花妹生下孩子后 安排他假死出府 嫁了个妇伤做正妻 从头至尾 花妹都不知道 我和花五的一系列计划 他把十日怀胎的孩子 留给了花五 说既然在嫁 不如让孩子陪伴花五 张寻一渐渐恢复了活泼的性子 有时候还会跟我一起 办了男装去铺子上巡视 他管铺子有一套自己的规则 每个流程分开 安插上不同的人手 以保证技术不外泄 还制定了许多工人福利 还替年迈的工人养老 久而久之 张寻一名下的生意越来越庞大 别说养我了 就是再养一个猴斧都没问题 也不是没有人来求取 但我以无心再嫁的免疫 统统拒绝 猴母对我倒是和缓许多 某天晚上 张寻一对我说 这样过一辈子就很好 我笑着点头 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 很好 花五番外 世人都以为 季子总判了一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给自己赎身 从此做通房也好 小妾也罢 总归是从而良 其实不是被那种男人买回去 做第十几个小妾 一辈子都认打人骂 看人脸色 我不想 我遇见谢宇那天 正被一个客人刁难 要我把身上穿的肚都送给他做礼物 我正调笑着脱下外衣 谢宇止住了我的动作 把客人赶走了 那个客人官位不小 却静若寒蝉 我顿时明白谢宇身份非凡 我一看就知道 谢宇不是这里的人 她的眼睛太干净 没有色欲 她看我的身体 和看一幅起立的话 一首风雅的诗没什么不同 她问我 你可愿意帮我一个忙 事成之后 我可以为你安排后半生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还要求她带上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性子直率 嘴不饶人 没有我 她很难在这里活下去 谢宇把我和妹妹 送到了她姐姐府上 她的姐姐谢瑶 和她有六分相 是富有盛名的京城第一美人 妹妹嫉妒谢瑶 出言不逊 谢瑶嘴上说的厉害 却也没把她怎么样 我原以为谢瑶不能生育 想要找好拿捏的女子 去母流子 但她的话 却让我有些疑惑 谢瑶这样的人 怎么会放纵丈夫肆意玩乐 后来知道答案 是某次路过陆华任的时候 院门没有关键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 就那一眼 叫我敢占心惊 传闻中和谢瑶 水火不容的妾使张寻逸 脑袋靠在谢瑶的膝头 谢瑶看她的眼神 藏着深深的眷恋 我心中大害 直觉自己发现了谢瑶最大的秘密 也明白了谢瑶找我的原因 我和妹妹引诱着思域迷上午时散 妹妹和我不同 她所处的地方 几乎人人都是过五旦散 对她来说 这只是普通的住行 思域和她同进同出 她不仅迷恋上思域 还有了思域的孩子 思域不是良人 她怎么就不明白 我抢了思域 让妹妹和我撕破了脸 她说 连妹妹的男人都抢 我不会是最下贱的娼几 我如坠冰窟 后来思域死了 她的心也死了 谢瑶果然信守承诺 打算让她假死出府 我没想到的是 她会把孩子留给我 妹妹终究不算太笨 察觉到了思域死的不对劲 她以为我是被谢瑶 扣在了侯府里 其实留在这里 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选择了 思域的灵堂上 我又见到了谢宇 她给了我一笔足够 后半生花用的钱 还托谢瑶转送了 许多婴孩的衣服和玩具 这样就够了 我后半生 不知还能见她几回 但主要有机会见她 便是我余生的念想了 全轮完